Anko 一個 Anko 一個 Max 一個 Anko 一個 Max 又一個 Anko 為什麼你拍回來讓我那麼瘦啊 怎麼那麼瘦啊 大家好 我是Anko 我終於來回答大家的問題了 我發現有些朋友的數學好像跟我一樣不是很好 他已經提前祝賀我的10萬訂閱了 非常的謝謝 好 第一個問題我們多久沒見面了 這應該是我朋友問了大概一年半吧 2年 銀行卡辦了嗎 我有去廣州的時候有問的 可是他們就是含蓄地拒絕我 我的分析是可以辦 可是他不想要辦 如果你夠堅持的話就可以啦 我們不停地催他就可以啦 你們的高考SPM成績怎麼樣滿意嗎 你滿意嗎 不滿意 我覺得很少有人說啊 這件事情我說很滿意 你回頭看 你很少有一件事情說 你覺得自己已經達到了百分百滿意了 我感覺我算是盡力的 所以我算是還滿滿意的 當然我可以考得更好了 但是我的要求就這麼低而已啊 明白了 大樂樂 和非人 中國有淡的也有中的 然後我們倆比的話他的口一個要中 對 不熱到熱不能到冷 將衣服穿對就可以了 一開始誰去找誰 然後我去馬來西亞的話 能夠待多久簽證什麼簽證 誰先去找誰的當然是他 當時我辦的是旅遊簽證 旅遊簽證的話我是只能夠待30天的 可是因為現在結婚了嘛 所以可能下次我去馬來西亞的時候 我們會長期的去辦一下 類似於探親簽證這樣的簽證啊 他不是很容易批下來的 可是因為我們還沒有辦 所以現在也不能夠回覆這個問題 可能我們下次去辦了之後才知道嗎 遇到什麼困難嗎?沒有耶 你發現他很黑吧 對方做過什麼讓你感動的事情 我不舒服的時候他很會照顧我 這也沒有咧 好像也沒有照顧 蠻耐心的 可是我覺得我們倆在一起的時間 我都很感動 這樣沒有說出來什麼結婚後最感動的事情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階段是挺好的 就是很享受很美好啊 下一個還會聽不懂對方說什麼嗎? 有時候如果用的詞我沒有聽過的話 我真的是會聽不懂 下一個最不能理解對方做什麼事情 我的話就是到現在我還不能夠習慣 就是我覺得他們可能真的太講理了 是嗎?這讓我會覺得有點距離感 可能不要直接吧 對我就沒有那麼直接 可是這並不是兩個國家 這只是我們兩個個體的區域 我個人 網上認識的 是他 可能你在聊天的時候跟你真正見面的人 可能是有差別的 然後就是我們可能覺得 差距不是很大吧 沒有感覺到陌生也沒有感覺到很拘束很緊張 好像是這樣很習慣很自然啊 下一個問題我是沒有想過為什麼會這麼多人問這個問題 對 我們看起來這麼讓人家擔心嗎? 還是我們看起來已經很老了 雖然我們也老大不小了 但是這件事情是 這件事情是還沒有在考慮的範圍 挺尷尬的 我這樣講會奇怪嗎? 我一直覺得我還是個小孩 我沒有辦法去靜好當一個小孩的家長的 主要是我覺得 除了生小孩還有很多事情我還沒有做的 下一題想知道彩禮方面 我自己是覺得確實性有差別啦 就是馬來西亞可能還是 有彩禮 對然後我們這邊有些地方有 有些地方沒有 我的朋友很多都是沒有彩禮的 可是和非一部分的地方有 所以我們倆是有啦 然後大概有多參考一下馬來西亞這邊的一個行情 有沒有考慮回馬來西亞生活 當然是有 為什麼要做這個頻道呢? 其實一開始雖然說是已興趣了 後來慢慢的我們也考慮說能不能通過做自媒體呢 讓我們不被拘束在一個地方 然後可以兩個國家互相跑 可以照顧到兩邊的家人 然後回馬來西亞住多久? 主要是以它的簽證為止 對如果還是旅遊簽證的話就只有一個月 如果可以辦到探廳簽證的話 可能就兩個月三個月都有可能 回馬來西亞時候也會排不了的 因為馬來西亞我其實去的城市也不多 不比我多多少 對真的很少 所以有機會回去可以去一些我沒有去過的城市 好慘耶 你在馬來西亞管購的地方不比我多多少 我在中國管購的地方不比你多多少 太難了 假馬來西亞人假中國人 以後會拍旅行和美食類的視頻嗎? 會 然後下次打算去哪裡旅行? 應該會先回馬來西亞吧 近期可能會在安徽附近 想看你逛光切吃吃吃的視頻 謝謝 如果輕鬆愉快的 然後Max喜歡對方國家哪種美食 然後說最最最喜歡的 就是他去的城市也不是很多 所以他知道的應該沒幾個 而且最要命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每次他帶我去吃的東西都是他喜歡吃的 他的朋友說 你為什麼沒有帶他吃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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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最後還不是帶你去啊 然後他說沒有我吃的都是我自己喜歡吃的 三十九大我想起來我想起來了 就是大老月的米鈴 豬腳飯 北京烤鴨也不錯 好 下一個 Who's your favorite YouTuber? What kind of video do you usually watch? KC910 其實我喜歡看的非常雜 我比較喜歡看有一些什麼品質生活類的啊 Honeyhouse就是裝修類的 科技類的 提升你的健康品質啊 你的生活品質啊 你的什麼思想啊 什麼你的個人提升類的 然後我的話其實蠻多的耶 馬來西亞的話我就看這些 韓國的話我大概也看這些 其他國家的話我就有看這些 DISNEY的花布蘭獅子王 雕像師篇骨頭舍的 結果這個問題看了之後我發現我講出來都是小時候的 我覺得可能小時候比較容易受到感動或受到影響嘛 然後長大之後因為你經歷很多事懂很多事 然後反而你的心會比較冷酷嗎 我現在很難有什麼電影 對我印象很深刻的很少 這個問題呢我其實想了很久很久很久 我到現在我不知道我喜歡看什麼電影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我不看什麼電影 就是鬼片啊 節奏很慢的啊 燒腦 哈里波特 《斷舍裡》還有一本朋友送的《當下的力量》 那你沒看完耶 你還這樣子 不要講 這個問題我其實也想了很久 但是就是沒有一個答案 我其實不是很喜歡看書 周六的RAMU 還有就是我剛說的KZNICETA 我的就是BTS 它們有7個人 已經夠了 2017年開始喜歡它們到現在的 本命是7 做視頻是往什麼方向發展 有考慮借見比拉普的風格嗎 還是要堅持自我 請說 其實我們一開始是什麼風格呢 就是想拍兩國之間的差異 到後面慢慢的我會拍比較生活化的內容 對 一方面也是我們兩個人都開始漸漸習慣了 一方面也是現在確實沒有感覺到很強的文化衝突了 有一段時間我很喜歡看棉梁料理 讓我去模仿它的風格 可是我發現模仿幾次之後 發現模仿別人總是覺得很奇怪 一方面還是覺得做自己比較好 再怎麼模仿別人 你也變成不了別人 其實我覺得生活費方面是差不多的 可能有一些馬來西亞貴 有一些中國貴 房價的差別可能比較大 我不確定一下是不是24小時全部都在跑 可是我知道三四點鐘是可以叫的 要吃的健康一點 所以現在也比較少叫外賣了 吃播在你們這個中國的平台不太行耶 平台不是很支持拍吃播的 我是很喜歡看別人吃 可是自己吃的話可能就不太行 可能不會一個視頻全部放吃了 跟美食相關的已經會做了 對 Max從事的是教育方面的工作 之前的話是在教育機構裡面做管理的 然後也有稍微教一點課 比較喜歡中國的話馬來西亞哪個城市 廣東那邊吧 馬來西亞的話因為我只去過有... 結果就古境好了 我蠻想要去冰城的 因為很多人說冰城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我也沒去過耶 我知道你沒去過 和一個中國男生在一起 現在疫情分隔兩地了 如果住的習慣嗎 是不是和家公家婆住 新房子弄好了嗎 目前是蠻習慣的 我們也有自己的房子嘛 不過有一段時間呢 就會回去跟家公家婆一起住 然後新房子的話還沒有開始弄了 那因為有些文件呢現在卡著 等文件都處理好了之後呢 才可以裝修 厭倦有嗎 有 我覺得就是一開始 就是談戀愛的時候 肯定比較順其自然啊 然後後來你們兩個人 已經在一起生活之後 我覺得還是要去 學會去經營它 這樣你們兩個人在一起 可能會更加的融洽生活 會更加的舒服 看國連在一起久的秘訣 不過我覺得我們兩個 算是比較專一的 或許啦 可能會跟星座有點關係 對 金牛 第一次他沒有見啊 第一次見家長是有多刺激 很害怕 等了多久 我覺得好像等了三四年齁 這個說來的很好笑 我們倆結婚的原因是覺得 簽證很難辦 結婚之後簽證比較好辦 對 這個前提就是我們倆已經確定 以後就跟對方結婚了 找工作的話呢 工資也會比我在馬來西亞那邊的高 雖然後來我也是沒有去啦 你要去賺錢了 不過也沒有賺到啊 對 賺錢 配偶簽這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要在中國工作的話 即使你是配偶拿了配偶簽 可是你找完工作之後 你是還需要再轉成工作簽的 這個之前是這樣 現在應該也是這樣 報稅的問題 如果你找了公司的話 公司裡面的財務 一定會告訴你該怎麼報的 怎麼樣堅持的 异地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其實跟我們專一也是有關係 對呀 反正好像沒有很難 可能有就是 你們一定要很定期的見面 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一點 哦 比較燒錢啊 最大的問題就是錢 然後我覺得如果兩個人 已經確定要在一起的話 就是什麼困難 兩個人可以互相的幫助的去客戶 我覺得滿不錯的 他比我大一歲啊 太屁啊 創過者是你們的主業還是副業 有做其他工作嗎 之前是副業現在是主業 有 有 有在西瓜B站發 其實真的很少 可能這些總體的收入呢 抵不過你們一個月 或者是等於你們一個月的薪水 因為一開始做自媒體的一年是 很長時間是沒有錢的 你不停地往裡面投錢 可是是沒有收入的 雖然現在賺的不是很多 但是也是有 一點別的收入了 對 一點點而已 確實是沒有房貸、車貸、父母給了他的幫助 接下來的一年 我們會嘗試加油搞錢的 我 差不多吧 這個是有打算拿的 但是因為我現在待的時間不夠久 好像要五年吧 如果五年時間到了 我就會去申請永久居留了 因為講真的也比較方便 然後現在他拿的是貪行簽證 是兩年期間無限次數進出中國的 對 這個我們有在社區裡面發布了一篇文章 大家可以自己往後拉 因為時間有點久了 可能要自己慢慢找啦 有發一篇文章關於怎麼註冊 我覺得還是要具體看你是什麼專業 還有你的學位成績怎麼樣 然後看公司需不需要你 還有你的運氣啦 可能跟你們河北這邊的人講話 我的口音可能就不一樣了 他以為你是廣州人 他說你是哪人 我說馬來西亞人 馬來人 你的中文怎麼這麼好 你學多久啊 中文 他一定沒有把你當外面 他可能沒有想到我會講馬來西亞 我覺得你可以先來中國看一看 看看你想像中的那些困難是否真的存在 然後你看看中國跟你想像中的中國 是不是真的一樣 然後我覺得 如果你來工作的話 如果你覺得真的很好留的這邊也不錯 如果最後你決定回馬來西亞 那麼我覺得這段工作經歷應該會在你回馬來西亞之後 如果你去一些跟中國有業務往來的公司 這段經歷也會給你比較好的條件 普通話水平還行 然後英文水平稍微好一點 然後要有相關的學歷 這樣講可能會比較實際一點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來的話 只要有能力來就可以了 這個10K Q&A 我們已經盡量的把大家的問題回答完畢啦 那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跟我們點贊、訂閱、分享、評論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 1 2 2 3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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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